我们继续来看 前几天我们是报道过上海的一位小女孩 哭着鼻子战胜恐惧挑战五米跳台的视频 那据悉当时小女孩是上海市杨浦区少体校跳水队 五岁的小队员蒋翘楚 一年前被教练发掘到队 上个月才刚刚开始水上训练 当时在五米台上哭着鼻子 站了十多分钟之后才跳下来 她也勇敢地表示自己会慢慢地克服恐惧 是一种很害怕的感觉 你还记得当时在上面站了多久吗 站了十分钟 跳下来以后觉得五米台还可怕吗 还害怕 下次还让你去跳五米台 你会怎么办呢 我会慢慢克服 我们需要训练她们的就是这种 可能是勇气吧 对于她们来说 克服这些困难也是运动员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品质吧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明明很害怕 但是还是愿意尝试 要慢慢地克服困难 这就是勇气 万事开头男 小姑娘未来可亲 所以 我们也准确成了一年 稳问题 也准确成了一年